我想对林郑来说对她的PR 或对娱乐控制或娱乐管理, 她想明早她都要出来, 明早本身她要出来, 事实上她这两天都有铺头, 不过她就不要打咪, 但明早本身行政会议前她都预了, 惯常都要见记者,而且有提问, 今次似乎不会走掉, 反正差人差在她究竟不戴口罩或戴口罩, 还是戴两个口罩,差在三个分别, 但当中肯定有一条记者要问她都要回答, 不能再逃避, 因为徐英伟理论上在明天可以复职, 究竟徐英伟应该怎处理呢? 明天她一定要很清晰地告诉市民究竟是怎做, 否则第一个她答应香港市民的一个 严肃处理严肃加公道, 严肃加公道这两个处理方法 达不到严肃的效果, 因为整件事发生了这么久, 一月三日搞到一月二十五日即明天二十五日, 即是二十二日,三个星期凌一日你都搞不定, 你怎做特首呢? 或是陈国基怎写报告给你呢? 陈国基何时交报告给你呢? 如果欠着报告你又不公布又不做决定, 是否你自己本身在决策上都不够那一段呢? 好了,跟着明天秘者不问都好, 我想她都主重说,看来徐英伟都走不掉, 除了徐英伟之外,盛传入境市长欧家云都走不掉, 因为欧家云延续两祸,第二祸还出现 integgative问题,就是他第二祸似乎不想自己 留了记录,不怕安心出人, 某程度上除了第一祸他去了恒腾大的饭局, 一个高格调或是比较富贵饭局之外, 去到第二祸他去了之外不怕安心出人, 某程度上不想留了记录, 这两件事除了他连续两祸, 即是第一次的道歉基本上是废的, 而第二次他还出现integgative问题, 还想骗,即是他都应该自己能走一祸, 即是应该徐英伟再加欧家云都要落祸, 而落祸究竟会否移稀到谴责他算数, 或是给一封警告信他算数, 我觉得不会那麽简单, 看来徐英伟或欧家云可能分分钟 明早或今晚都可能会自动辞职 去帮林郑去烧炸弹, 如果今晚公布自动辞职有个好处, 就会把舆论全部带到那裡, 整个记者捉到徐英伟或欧家云说两句, 更加大家就不会集中再看葵冲村的疫情, 对明早林郑面对她压力, 对明天林郑整个压力或一时刻气氛, 都变成林郑那段处理这件事可能会倾向这一边, 对林郑现在面对疫情失败, 控疫失败,搞到葵冲村爆發, 这事件似乎有些正面状, 所以正常林郑应该现在可能有人在睡, 甚至民建联都可能在帮手睡, 最近徐英伟麻烦你自己下来, 最好在明天早上之前, 林郑公布之前做了她, 可能这件事对徐英伟打击不大, 对大家大也好, 如果这样做了, 整个社会气氛就会落在那裡, 当然如果做完后, 当记者就会问其他十三名官员怎样呢, 有一个是深圳的, 就是洪惠文, 不到林郑你,林郑不用回答, 其他十二个又怎样呢, 是否收警告信算数, 是否无得再升职, 无得聋联任, 或无得甚麽呢, 林郑可能都要有个说法, 所以明天这件事都几多花生食看来, 如果你在风险管理上, 或在情绪管理上, 或在文情管理论上一定要徐英伟尽早辞职, 一定要在林郑出来结结之前公布辞职, 对徐英伟,对林郑来说, 对政府来说是最好, 第一个如果林郑公布要公开去处理她, 即是处理她, 她根本就永不超新不得了, 反而你自己辞职勇于承担责任, 最少你承担责任, 不是等人劏你, 最少自己真心悔论她认错, 到现在她都未认错, 到现在她出来都未跟大家讲那句话, 你若反而自己辞职, 再量力点华丽转身,认错离开, 可能徐英伟现在四十几岁人, 仍然有一些前途, 回民建联就做现在议员, 很多这些情况, 但另一方面, 如果徐英伟是不肯的, 仍在死在那里, 结果当林郑说出事先, 徐英伟第一个就会打到永不超新的地方, 对林郑来讲也做不到一个很孤单件事的处理, 要林郑说出来我要怎样惩罚个人, 某程度上都是不一定好事, 所以我反而觉得, 纷纷徐英伟今晚黄昏都会公布离职, 将件事焦点带到那裡, 跟着等明早林郑月娥面对压力没那麽大, 而明早面对的可能其他十二个官员怎麽处理, 肯定了,徐英伟都要理解, 徐英伟是一件事坐得很紧要, 就算报纸写两大罪状, 都不是写法律性罪状, 第一个是徐英伟作为主要抗疫官员, 他完全明白政府在抗疫政策上走向 及行政上细节, 在这情况下明知在限聚的时候, 他仍然参加聚会是一个严重事件, 而跟着整个聚会他不是离节性跟人聊天, 而整个聚会留在满场飞, 还不戴着口罩跟普通市民不断高谈阔论, 你这根本不是高官应该做的事, 你不要在聚会上停留了那麽久时间, 在聚会跟洪惠文来的嘉宾不断聊天都不应该, 一个官员是那麽高官员, 但根本不应该跟人那麽多家常便饭, 整件事徐英伟的水平仍然停留了, 很明显停留在一个政治助理水平, 即是收封去跟人聊天放封, 根本不是做局长, 因为决策局应有的水平, 所以徐英伟应该在呱呱, 呱呱一定走,在这情况下不走, 我反而觉得林郑娥有牢手, 如果走的话, 徐英伟是否应该反而豁达些, 明知自己都无得救, 是否应该自己早点出来跟大家道歉, 鞠躬道歉再加密离职呢, 其实最理想是在你离开隔离营那一晚, 既然记者拍到你, 你应该停下下车, 最少要大家鞠躬道歉, 再考慮自己怎麽整理自己的前途, 那句其實已經漂亮了很多, 接著幾天就辭職, 整件事香港市民都可能對他的怨氣 和鄙視程度都會減低, 但現在你拖到最後一刻, 好像被人感覺是死了, 好像感覺找曾玉成,找這個大哥幫你出面, 幫你保護職位,那就死了, 如果香港再這樣下去, 只會令香港市民更加不信的政府, 讓香港市民更加覺得政府的高官問責制不存在, 更加令香港市民覺得香港政府高官做完事後,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整件事沒有一個好效果, 不過徐英偉基本上可以這樣說, 他只有四十多歲, 他知道自己今次下來幾乎無法翻身, 如果是,是否他應該反而想一想, 自己跟著前途可以做甚麼呢, 會否就是讀多些書,學校做教書呢, 又或者回民建聯選呢, 民建聯議員個個都那麼上下水平, 都是這樣,他回到去不覺得自己特別差, 都是那麼差,會否回民建聯做議員呢, 這一個除非可以有路選, 但他如果早點選和遲點選, 是效果不同,雖然他年輕, 仍然希望顧著自己要供樓, 顧著自己的前程, 但他越遲簡,越被動, 其實他自己奪得越痛, 越爬上懸崖跳下來, 立法議員一定不會追究這件事, 原因是他自己都有二十個傢伙出事, 他自己回開會裝沒事, 但官員怎處理呢, 我看官員偶然就不同了, 第一個官員可能政府接著都會捉, 究竟有沒有人無用安心出行, 究竟有沒有人在本身法例上不遵守, 無戴口罩、碗場飛, 這些除了定假告票或檢控之外, 還有作為官員基本在誠信上 負擔很大代價, 即是如果官員本身去到他無戴口罩, 或者去到無安心出行的話, 現在只知道歐家雲會否做其他官員都無戴口罩呢, 如果無那些,即是他本身在法律上遵守, 以及在個人誠信上, 所以整件事有講謊的,隱瞞的, 這種在誠信方面出問題的, 我相信林鄭河已經要罰得重些, 甚至用譴責的, 如果不是那些可能最少都收款警告信, 最少我想是這樣。